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向低调的张艺谋和妻子陈晴,公开了自己的三个孩子,并登上了某时尚杂志。 这是媒体第一次正式报道他们一家,大儿子颜值最高个子最高,二儿子目前在国外读书,女儿表示最崇拜的就是爸爸张艺谋。 不过,也有网友说,陈霆根本不像三个孩子的母亲,倒像是张艺谋的女儿,从社交媒体发的照片看,陈霆这身段根本不像生过三个孩子。 白皙的脸蛋,身段较好,怪不得三个孩子也是高颜值。 不过,说到这两年娱乐圈最知名的父子当,当初陈凯哥和儿子陈飞宇, 2010年首次参院招式过而进入娱乐圈,那时候的飞宇,还是个可爱的小胖子。 之后,陈飞宇用了半年时间,成功从二,时机减肥到130斤。 减肥成功后的陈飞宇,将近190厘米的大高个,简直是超级大帅哥。 怪不得网友说身子无意烦,要说成功一只高颜值,不得不说妈妈陈红立下了汗马功劳。 年轻时的陈红说是大陆第一美女,一点都不为过。 感受一下高颜值的一家吧,相比上面两位,这位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的华人导演李安。 对待他的儿子可就低调太多了,他的比例凌人的中丑战士。 相信很多人看过,却不知道他的儿子李纯也有贪言。 相比上面两位导演子女,李纯的颜值可就朴素多了。 看一下他们一家的合照就知道了,李安老婆实在不算是什么美人,儿子长相普通也就情有可原了。 不过去年李安和李纯父子俩登上某时商男士杂志,父子俩简直是一模一样,而李纯更有一些喜帅的气质。 姜文是众所周知的有才华的导演,女儿也是颜值的一天,先看一下姜文和前妻。 法国当得也是你所生,女儿叫一郎。 这门眼都跟姜文相似,更有一种西方人的深邃五瓜。 姜文对自己这个女儿也是十分喜爱,更是表示,我的女儿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。 不过姜文的儿子可就没这么幸运了,据媒体拍到的姜文儿子,姜太郎,姜四郎长相深思父亲。 网友纷纷表示,怎么就没有遗传到周军的美貌呢? 要说到最高调的导演,喜欢秀自己的女儿要属冯小刚了。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冯思雨,多次跟着父亲参加各种电影节哄谈。 照片看,相貌跟冯小刚相似。 不过咱们冯思雨是不在颜值,也不在演艺圈。 记者问冯思雨会不会像爸爸一样进军演艺圈? 冯思雨表示,应该不会。 虽说颜值这种是靠遗传,但作为名导演的子女。 自然在美光灯下,甚至有压力。 不过压力也是动力,有了导演老爹的加持。 观众最希望的还是这些导演二代们,能真正靠作品在娱乐圈站稳脚跟。 音乐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